Yo 我是齊羽老大 又到了我們最喜歡的單元 好像其實是我們自己最喜歡的單元 對 這個七七地雷馬 殘酷二選一 很多粉絲就敲碗說 欸 怎麼偏心老大 你永遠做的是男友二選一 曖昧二選一 都是造福女性 什麼時候換男生來選 欸 這不是來了嗎 今天我們做的是什麼主題 魚友二選一 你不要以為啊 題目會有金索炫還是韓紹希 你要選一個 不會 因為小黑豬迪永遠 太激發 怎麼樣的女友啊 是你比較喜歡的 好的女友讓你上天堂 爛女友就會讓你超淒涼 漢游文學啊 可能比啊那個 李聖傑的枯漿還要慘 好好好 明確要讓你離開他的世界 我們的殘酷女友二選一 馬上開始 等一下 先把枯管捲起來就好 要幹嘛啦 他說不定是要舔你的腳哦 哈哈哈哈 這麼過激是不是 要這樣 要罰罰我是不是 滿嘴毛 好啦 馬上開始啦 我們的第一題 A 好 女友每次出門都讓你等到天荒地老 但打扮完卻 萬眾矚目讓你超有面子 VSB這個選項叫 三分鐘立刻就可以出門 但永遠素顏 鯊魚夾戴眼鏡超級不打扮 OK 這個就是 兩個典型的例子對不對 女生有時候出門的時候 要嘛他就是 要讓你等很久 然後 欸很漂亮 要嘛就是 他也可以跟你一樣 撐胸到地 一件大外套 然後這個鯊魚夾夾著就出門 我可以 兩個都一樣嗎 你兩個都要還是處罰 你今天如果是去吃一個情人節大餐 A可以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是去樓下便利商店 選B 這沒有 這哪有一定的 我們講的就是常態 常態 即便去倒垃圾 他都讓你等很久 就是今天 很齊八啦 我直接選叫做 A這個選項 A嗎 A A A 好啦答案就是 A啦 答案就是A A有65% B只有35% 對嘛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男生寧可等 你在等待的過程 你可以打一場傳說對決 但是 出去的時候 女生光鮮亮麗 真的會讓男生覺得 我感很爽 你知道嗎 大家都回頭率超高 你會覺得 男生余有榮嚴 不是 可是那個久了很擊敗 你可能剛開始在一起還可以忍受 沒有不用 因為就是在他化妝的那一刻起 你可以先去追一部劇 好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覺得說 他會很快 你永遠就是他去化妝的時候 你知道是 兩個半小時出門 是不是 再來 第二題囉 我現在這一次氣勢很強 有沒有發現 A 好 聲音甜美 善巴香氣 淡滿嘴髒話 超級台妹 這幹這兩個反差感很大 再來 B 氣質可愛 還愛撒嬌 淡有煙酒傷 左 糊臭 腳臭 幹什麼東西 這個真的超難選擇 我想一下 煙酒傷 又會撒嬌 這幹嘛 阿公店 是不是 幻華在那邊 還要 就是撒嬌 你們可不可以學一個出來 那你叫個不來喔 不是 是 哎呦 你幹嘛要這樣啊 人家不喜歡 怎樣 靠腰 討厭啦 人家要吃飯飯 這個 這太極分了 這個真的是 也是讓男生覺得 非常非常難選擇 有糊臭和腳臭 這件事太奇葩了 真的 而且那個是製不好的嘛 噴香水蓋得掉嘛 不容易好 不容易蓋是不是 那好啦 那我還是會 我還是會選 A啦 公佈答案 腳伸出來 幹這是幹嘛 答案就是 好啦 A啦 A 對不對 算你運氣好 A是有56% B是44% 是不是 連惡拉惡了 這一次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 再來我們地雷碼的第三題 A的選項是 外貌火辣 床上卻是小死魚 總是拒絕你的求歡 VSB 外表純樸 但床上小鯨魚 隨時隨地都想要靠 小鯨魚是什麼意思 我會噴 這個也是 馬上選B 沒有沒有 不用解釋啦 其實講到這個 我有一個故事 因為我有一個 真的真的 我的故事都很精彩 好不好 我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就是遇到這個前景 他女朋友 真的是 長得非常漂亮 身材還很火辣 打扮 還是非常非常的性感 但是 總是拒絕男生的求歡 十幾次才跟他一次 然後有一次 我就跟這個男生 一起去宜蘭喝酒 他就跟我哭訴他的心情 然後 講著講著 喝醉了 就在沙發上面睡著 睡一睡 他還敢給我做春夢 你知道嗎 真的是啊 我看他那個畫面啊 讓人又心疼 又害怕 你說他在空幹之類嗎 最後啊 他是以37歲的高齡 達到夢遺這項成就 幹什麼東西 亂七八 我會覺得 大部分的人 還是願意 隨時隨地都想要 我選B 答案就是 哎呀 有嗎有嗎 感操控的 再來我們下一題囉 A的選項叫 多愁善感 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是一直憋著不講 B是耿直女漢 但一吵架 馬上就會進入火山爆發的狀態 幹這兩個也又是不好選 看我想一下 不是你還想喔 是觀眾選喔 對對對我想一般男生會想怎麼樣 我不喜歡 好我知道了 這個我還是想要選擇B 寧可直接講出來然後帶我們生氣很吵 我覺得男生應該會 男生不喜歡忍戰 不喜歡忍戰 不喜歡忍戰 B B 不喜歡 屁啦 B B B 懂男生 懂女生 哎結果 這個已經快不黏了 是小腿肚更痛了 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 A其實很相近 A是52% B是48% 差2%這東西怎麼了 不是這個我完全不能理解 男生明明就喜歡把話講開來 你怎麼可能忍受這種忍戰5天8天 可能是不合理 你做的這個標準不合理 可是這個B感覺5天都會爆發5次 那你要不忍戰 那一次 對啊 這是比例的問題而已 來下一題囉 A叫做 請他吃高級教父牛排 鄧有鬼 習以為常 因為他平常就是 進出高級餐廳的世故女孩 再來VSB 請他吃 平價牛排 孫東寶 他還如獲至寶 好吃到 哭著喊 好高級的純樸女孩 我會覺得男生可能還是 不喜歡太假惠啊 太這樣的女生 然後帶她去哪裡 他都不喜歡 不是 純樸女孩 愛吃孫東寶 讚 好啦 這一題是不是 是不是 看起來是很近喔 很近 A是49% B是51% 怎麼 為什麼 事故女生會有49% 可能在孫東寶裡面哭實在太可怕了 真的是不是 不是啦 沒有啦 他是不是覺得很好是一個 沒有沒有 我覺得部分的男生會覺得一個女生有品味有眼界是加分的對不對 是吧 好 我們的二選一下一題囉 如果 如果你和一個女生要面臨分手 哪個理由你是比較能接受 A 他 愛上你最好的兄弟 好 B B 是你愛上他爸 不是他愛上你爸 是你愛上他爸 這什麼荒謬的題目沈玉琳出的嗎 因為那個是 得不到的愛 禁忌的愛 那要選什麼啦 我還是會選A啦 廢話 這個沒什麼好講 我覺得我們出底分的已經到底有點太狂言 A對不對 A啦 A是88% B是12% 那對呀 你看寧可大家就是想說長痛不如短痛 好不好 再來下一題囉 看是不是還是這麼的荒謬 來 A是什麼 女生床不做家事 垃圾沒長出果蠅之前他不會去到 VSB是家裡打掃的一層不染 但 懶毛 不小心掉到地上 他會 對你咆哮 一個就是超級潔癖 一個就是超級張亂 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 我選的是 A 這題我蠻有把握的 真的嗎 好啦答案是A啦 A是55% B是45% 因為我有一個感覺叫 如果他不去做家事 但你深愛他 你可以幫他做家事 但是你無法 要求你的懶毛不掉 再來啦 下一題叫做 靠為什麼是三個選項 殘酷三選一 好好好 三題也可以 沒問題 來 A 他不愛洗頭 夏天 三天洗一次 冬天要一週 我這相當兇殘 來B 要他天天洗頭 但每次 一定 要你 幫他吹 C C是光頭 你要幫他擦乾就好 太爛了 我選的是A 好不好 為什麼 他不洗頭乾你屌事 你就盡量憋氣就好啦 他怎麼樣是他的自由 就是你只喜歡 被吹 不是啦 因為你每天都要幫一個女生吹頭 是很有壓力 你偶一為之 一個禮拜有情趣 這樣吹一吹 吹著吹著玩起來了 可以 你每天吹他會變很有壓力 所以答案是 答案是 A啊 不洗頭怎麼了 男生一定選A 男生一定選A 不相信 答案是什麼 光頭喔 我可能 光頭只有 那是什麼 光頭只有一把 答案是 B 天天洗頭 但是都要你幫他吹頭 A是 我跟你講 我不用講那麼多了 你們男生媽的都亂選 你不可能天天幫女生吹頭 你不要好小我 騙子 你們這騙子 帶來下一題了 這個 女生 他要你的 IG 密碼 並且 常常看你的手機 這個真的是相當兇殘 再來B 叫定位你的位置 三不五時 還會關心你在哪裡 來現場 我們有三位 除了我之外 我會選Callout 好不好 你們三個都幫我投票 我就決定是哪一個 你會選哪一個 定位 為什麼 不是啊 因為定位 你可以去一些奇怪 你有六隻手機這樣 對 然後有一隻手機 一直綁在狗身上 好啊 去公園散步啊 那韓瑩咧 你會選哪一個 我不能接受被看手機啊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有時候會講一點小色話 好笑意思耶 好啦 那月琳呢 我也是啊 你也是可以定位 就可以定位吧 對 我會跟他去哪 那你也會講一點小色話嗎 當然啊 你們都好壞喔 因為我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這題我沒辦法選 屁 對呀 因為AB AB我都覺得應該 情侶之間要建立在一個 互信的一個基礎上面 好 那我相信你們我選的是 定位 好不好 可以定位 答案就是B啦 對嗎 OK 第幾% 57% 一個43% OK 這個比例也有一點點懸殊 再來我們下一題囉 A 她的脾氣是火爆大小姐 但是卻願意主動 分擔花費 常常AA的意思對不對 B是 她溫柔得體很尊重你 但是一遇到 付錢就會裝死 這個我其實我蠻快就選了 我會選B 因為我會覺得兩個人的相處 比較重要 那我稍微能力還可以吃飽 餵他吃飽才行 男生還是可以啦 可以B B 今天問題是不是有點弱 太簡單了 除了我愛上他爸那一題比較刁鑽 是吧 好啦 A的比例是38% B是62% 欸 所以啦 可以喔 好 真的太強了我今天 再來我們下一題囉 這個 A這個選項是 她有很多女生閨蜜 常聚在一起三顧六婆 道人長短 恐怖喔 啊這個不行啦 八卦 來 B這個選項叫 她男生的朋友居多 出去撐兄道弟 甚至勾肩搭背 更恐怖喔 你覺得更恐怖嗎 我想想看 這兩個情形 因為有時候勾著勾著 就出事了 對不對 就勾進去 幹什麼東西 亂七八糟 所以答案我選的是 B B嗎 B 確定 B 來 把腳放在上面 我來示 我來示範一下 這個處罰要怎麼樣 會比較痛 首先 拉一條長 好 面積才會比較大 然後 啊 差痛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一條是變白色的 好痛的 他亂講的 你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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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那麼多毛 蛤 是不是 來最後一題囉 我們A這個選項 你選下戀哪一位 當老婆 這個嚴重了好不好 A叫做 能燒一手好菜 還會照顧你 照顧家裡 井井有條 但 個性向 楊秀慧 B這個選項叫 拒絕做所有的家事 永遠不打掃 永遠不煮飯 但 長得像 豆花妹 這種題目 我告訴你 長得像豆花妹又怎麼樣 哈 不做家事 哈 只靠臉而已 哈 能當飯吃嗎 膚淺 哈 秀慧姐的個性啊 真的是大辣辣的非常好 我覺得 而且還會做家事 相處起來多舒服 來 所以 我這一題答案 這個沒有什麼好 疑惑的 我們選的就是 B 豆花妹 B B 哈哈哈 會打掃呢 欸 豆花妹 會打你家裡 欸不管啊 豆花妹 井井有條 井井有條 不管我們豆花妹 每一條也沒關係 答案對不對 一定對 一定對 對 豆花妹 沒有覺得他一定看到 我把膠在拉 沒有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是判斷大家 我自己不是那麼膚淺的啦 欸我是因為大家只要遇到豆花妹 都喜歡 好不好 阿真是喔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殘酷惡選一女友編啦 不過很多東西當然是一個玩笑話 各位就是不要當真 好不好 在下面會有一些 全主義爆出來 罵人的 你們先去看男生那一集 我們對男生更加的急吧 不過回頭講到底啦 真的男生選女生 或女生選男生 真的不只是外型的問題 還有個性相處 真的很重要 好 不相信好不好 你們看那邊 活生生 血淋淋的教訓 就是小黑本人啦 好 在愛情裡面 如果只是貪圖對方的美色 以及肉體的話 欸 就會像小黑一樣 這個叫做 好啦 喜歡分享訂閱留言 下次見我們愛你喔 如果你還沒有去看過其他 二選一的話 其他集要去看 也是非常非常好笑 好不好 好 得到 超級別人 我 先來 有 有